一破晓 男女二人又像打实老瓜 急飞出巢 各自办各自的事情去 刚放过舞炮 石刹海的锣鼓 已闹得喧天 春桃从后门出来 背着直楼 向西布亚桥这边来 在那临时市场的路口 忽然听见路边有人叫他 春桃 春桃 他的小名 就是向高一年之中 也憨得这样叫唤他一声 自离开乡下一后 四五年来 没人这样叫过他 春桃 春桃 你不认得我了 他不由的回头一瞧 只见路边坐着一个叫花子 那乞怜的声音 从他满掌了胡子的嘴发出来 他站不起来 因为他两条腿已经折了 身上穿的一件灰色的破军衣 白铁钮扣都生了袖 肩膀从肩章的破缝露出 不伦不类的军帽携带在头上 帽章早已不见了 春桃望着他 一声也不响 春桃 我是李帽呀 他进前两步 那人的眼泪已带着灰土 透入烹乱的胡子里 他心跳得慌 半晌说不出话来 至终说 帽哥 你在这里当叫花子了 你两条腿怎么丢了 啊 说来话长 你从多攒起在这里呢 你卖的是什么 卖什么 我捡烂纸了 咱们回家再说吧 他雇了一辆洋车 把李帽扶上去 把篓子也放在车上 自己在后面推着 一直来到得胜门墙根 车夫帮着他 把李帽扶下来 进了胡同口 老吴敲着小铜碗 一面问 刘大姑 今儿早回家 买卖好呀 来了乡亲了 他应酬了一句 李帽像只小狗熊 两只手按在地上 帮助两条断腿 爬着 他从口袋里 拿出钥匙 开了门 引着男子进去 他把相膏的衣服 取一身出来 像相膏每天所做的 到井边 打了两桶水 倒在小澡盆里 叫男人洗澡 洗过以后 又倒一盆水 给他洗脸 然后扶他上炕座 自己在民间 也洗一回 春桃 你这屋里收拾得 很干净 一个人住吗 还有一个伙计 春桃不迟疑地 回答他 做起买卖来了 不告诉你 就是捡废纸吗 捡废纸 一天捡得出多少钱 先别盘问我 你先说你的吧 春桃把水泼掉 理着头发 进屋里来 坐在李茂对面 李茂开始 说他的故事 春桃 哎 说不尽哦 我就说个大概吧 自从那晚上 叫胡子绑去以后 因为不见了你 我恨他们 夺了他们一杆枪 打死他们两个人 拼命地逃 逃到沈阳 正巧边防军招兵 我便应了招 在营里三年 老打听家里的消息 人来都说 咱们村里 都变成砖瓦地了 咱们的地气 也不晓得 现在落在水手里 咱们逃出来时 偏忘了带着地气 因此这几年 也没告假 回乡下瞧瞧 在营里告假 怕连几块钱的响 也告丢了 我安分当兵 指望月月观响 至于运到升官 本不敢判 也是我命里 何该有事 去年年头 那团长忽然 下一道命令 说若团里的兵 能苗枪连中九次吧 每月要关双响 还升差时 一团人 没有一个中过四枪 中还是不尽红心 我可连发连中 不但中了九次红心 连剩下那一颗子弹 我也放了 我要闲本领 背着脸 弯着腰 脑袋向地 枪从裤装放过去 不偏不歪 正中红心 当时我心里 多快活呢 那团长 叫把我带上去 我心里想着 总要听几句褒奖的话 不料那畜生翻了脸 愣说我是胡子 要枪毙我 他说若不是胡子 枪法绝不会那么准 我的排长 队长都替我求情 担保我不是坏人 好容易不枪毙我了 可是把我的正兵割掉 连副兵也不许我当 他说 当军官的 难免不得罪弟兄们 若是上前线督战 队里有个像我描得那么准 从后面来一枪 虽然也算阵亡 可值不得死在仇人手里 大家没话说 只趁我离开军队 找别的营生去 我被隔了不久 日本人便占了沈阳 听说那狗团长 领着他的军队 先投降去了 我听见这事 奋不过 想法子要去找那奴才 我加入义勇军 在海城附近 打了几个月 一面打 一面退到官里 前个月 在平谷东北边打 我去放哨 遇见敌人 伤了我两条腿 那时还能走 躲在一块大石底下 开枪打死他几个 我实在支撑不住了 把枪扔掉 向田边的小道爬 等了一天 两天 还不见有红十字会 或红十字会的人来 伤口越肿 越厉害 走不动 又没吃的 喝的 只躺在一边等死 后来可巧 有一辆大车经过 赶车的把我扶了上去 送我到一个军医的帐户 他们又不瞧 只把我扛上汽车 往后方医院送 已经伤了三天 大夫解开一瞧 说都烂了 非用拒不可 在院里住了一个多月 好事好了 就丢了两条腿 我想在此举目无亲 乡下又回不去 就说回去得了 没有腿怎能种田 求医院收容我 给我一点事情做 大夫说医院管治不管留 也不管找事 此地又没有残废兵留养院 破得我不得不出来讨饭 今天刚是第三天 这两天我常想着 若是这样下去 我可受不了了 非上吊不可 春桃助神听他说 眼眶不晓得什么时候 都湿了 他还是静默着 李茂用手 抹抹额上的汗 也歇了一会儿 春桃 你这几年呢 这小小地方 虽不如咱们乡下 那么宽敞 看来你倒不时分苦 谁不受苦 苦也得想发自活 在阎罗殿前 难道就瞧不见笑脸 这几年来 我就是干着 捡烂纸换取灯的生活 还有一个姓刘的 同我合伙 我们两人可以说 不分彼此 勉强能度过日子 你和那姓刘的 同住在这屋里 是 我们同住在这炕上睡 春桃一点也不迟疑 他好像早已有了成见 那么 你已经嫁给他 不 同住就是 那么 你现在还算是我的媳妇 不 谁的媳妇我都不是 李茂的 肤全意识 被激动了 他可想不出 什么话来说 两眼 注视着地上 当然 他不是为看什么 只为 有点不敢 望着 他的媳妇 至终 他 沉吟了一句 这样 人家会笑话 我是个 活王八 王八 夫人听了 他的话 有点翻脸 但他的态度 仍是很平和 他接着说 有钱有势的人 才怕当王八 像你 谁认的 活不留名 死不留性 王八不王八 有什么相干 现在 我是我自己 我做的事 绝不会惦着你 咱们到底 还是两口子 常言道 一夜夫妻 百日恩 百日恩不百日恩 我不知道 春桃 截住他的话 自百日恩 也过了好十几个 百日恩 四五年间 彼此不知下落 我想 你也想不到 会在这里 遇见我 我一个人在这里 得活 得人帮忙 我们同住了 这些年 要说恩爱 自然是对你 保得多 今天我领你回来 是因为 我爹同你爹的 交情 我们还是相亲 你若认我做媳妇 我不认你 打起官司 也未必是你赢 李某 偷偷他的裤带 好像要拿什么东西出来 但他的手 忽然停住 眼睛望望春桃 至终把手 把手缩回去 撑着席子 李某没话 春桃哭 日盈在这当中 也静静地 移了三四分 好吧 春桃 你做主 你瞧 我已经残废了 就是你愿意跟我 我也养不活你 李某到底说出 这英明的话 我不能因为你残废 就不要你 不过 我也舍不得丢了他 大家住着 谁也别想 谁是养活着水 好不好 春桃也说了心灵的话 李某的肚子发出 很微细的咕噜咕噜声音 哦 说了大半天 我还没问你要吃什么 你一定很饿了 随便吧 有什么吃什么 我昨天晚上到现在还没吃 只喝水 我买去 春桃正踏出房门 向高从院外很高兴地进来 两人在瓜棚底下 撞了个满怀 高兴什么 今天怎么这早就回来 今天做了一笔好买卖 昨天你背回的那一楼 早晨我打开一看 里头有一包是明朝高丽王上的表彰 一份至少可以卖五十块钱 现在我们手里有十份 方才散了几份给行李 看看主处多少 再发这几份 里头还有两张盖上端明殿玉宝的纸 行家说是宋家的 一给价就是六十块 我没敢卖 怕卖漏了 先带回来给你开开眼 你瞧 他说是 以免把手里的旧蓝布包袱打开 拿出表彰和旧纸来 这是端明殿玉宝 他指着纸上的印文 若没有这个印 我真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杨玄比他还白了 怎么宫里管事的老爷们 也和我一样不动言 春桃虽然看了 却不晓得那纸的值钱处在哪里 懂眼 若是他们懂眼 咱们还能换一块鸡毛吗 象高把纸接过去 仍旧和表彰包在包袱里 他笑着对春桃说 我说媳妇 春桃看了他一眼 说告诉你 别管我叫媳妇 相高没理会他 直说 可巧你也早回家 买卖想是不错 早晨又买了像昨天那样的一楼 你不说还有许多吗 都叫他们送的 小事卖到乡下 包落花生去了 不要紧 反正咱们今天开了光 头一次做上三十块钱的买卖 我说咱们难得下午都在家 回头咱们上时差海逛逛 消消暑去好不好 他进屋里 把包袱放在桌上 春桃也跟进来 他说 不成 今天来了人了 说着掀开帘子 点头招相高 你进去 相高进去 他也跟着 这是我原先的男人 他对相高说过这话 又把他介绍给李茂说 这是我现在的伙计 今天只好用头 请进来 后一调整的课 咱们 57 3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